针对社会上个别学者担心新增1000亿元中央投资使用效率问题 国家发改委投资司欧宏副司长23号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这1000亿元投资不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 国家在安排1000亿元新增投资中合理确定投资方向 主要安排民生工程基础设施项目和生态环境建设 没有安排大规模扩大生产能力的竞争性项目 更没有安排两高一滋项目 这样从源头上避免了重复建设 更避免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 欧宏介绍说 为保证工程质量安全和严防各种违纪违法行为 中央已组成多个部门的检查工作组 吩咐各地开展检查工作 国家进一步加大对资金和项目建设的监管 由中纪委监察部和审计署等单位组成的检查组 正在各地紧张有序地开展检管工作 对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进行全过程的监管 确保中央新增投资和